近日有关于福元爱和江洪杰的事情闹得越来越大 很多媒体都对福元爱进行了批判 认为他是一位不负责任的母亲和不够忠诚的妻子 近日日本媒体放出了福元爱与横滨男子进行约会的照片 两人看起来关系非常的亲密 而这位横滨男子就是在今年2月份与福元爱一起同出酒店的男性 而根据媒体的报道 福元爱在和江洪杰离婚之后 目前依旧没有前往台湾看望自己的孩子 而江洪杰则是在最近表示 不管多忙多累 他一定会留时间陪伴孩子们 两人也因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福元爱作为一位乒乓球运动员 职业生涯获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 曾经也打进过奥运会女单的四强 表现非常出色 这位选手在职业生涯里的出色发挥 令大家感受到了他的天赋和实力 在退役之后 福元爱嫁给了台湾乒乓球运动员江洪杰 两人从外表上来看十分的相配 通过一档综艺节目 大家感受到了他们夫妻之间的恩爱 但是好景不长 在2021年的2月份 福元爱被爆出了婚变的消息 令大家目瞪口呆 而福元爱在这之后 也丢掉了很多的工作 生活变得非常窘迫 不过由于中国粉丝的知识 福元爱最终还是找回了信心 得到了乒乓球解说的工作 开始拥有了新的人生 而在最近江洪杰与福元爱的事情越闹越大 福元爱被传出婚内出轨的新闻 并且日本媒体似乎是有了证据 福元爱在和江洪杰传出婚变消息之后 将近一年的时间都没有前往台湾 看望自己的孩子 从这一方面来看 福元爱是一位不负责任的母亲 而江洪杰则是在采访中表示 不管多忙多累 他一定会留时间陪伴孩子 两个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而福元爱也受到了更多的批评 总之不管夫妻之间的矛盾是什么 孩子总是需要母亲的 希望福元爱可以在近期 好好的陪伴自己的孩子 同时也希望他未来能有更好的发展 给予孩子更加富裕的生活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